咔标真 那今年的二月份三月初的时候 我在泰国感染了奥米克隆 那当时我也是拍了一个视频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 就是身体上还是有一些反应的 就比如嗓子有点干有点弹有点咳嗽 发烧的话也没有怎么发烧 因为我那天我凉了气温 就是感觉头上有一点点烫 感觉有一点微微的 但是第二天就好了 就基本上就正常了 最近这段时间我看到自己身边 越来越多的朋友发朋友圈羊了 也收到私信 那还有自己的粉丝群里边也有人在问 如果羊了之后要怎么办 需要注意什么 那羊了之后还能不能喝咖啡 那今天呢我以过来人的身份 给到大家一些建议 特别是爱喝咖啡的人 你一定要看一下很重要 那我先还原下我自己当时的一个过程 我从感染到转阴整个过程 花了8天的时间 那痊愈到现在呢也快一年了 那上个月呢我还特意去做了全身体检 那体检报告肺部没啥毛病还算正常 不过呢身体别处或多或少有些小毛病 比如什么视力比之前下降了 颈椎腰椎轻度增生等等 那所以说呢新冠到了奥米克戎 大家基本上也不要有任何的恐惧或者害怕之类的 那用一个正常心的来对待 万一 不是说万一啊你羊了 或者是身边的金毛还有羊了 那心态放好是最重要的 吃好睡好 热水呢一定要多喝 基本上呢保持一天喝三到五升的水 我当时就是狂喝水 那还会加一些蜂蜜 那因为嗓子会比较干 喝完水之后呢就会缓解一些 然后呢就会不停的去厕所 促进自己的代谢 那我当时也是没有吃任何药的 转阴了之后呢就一直吃维生素片 至于需不需要吃药 看自己的情况严不严重 每个人发烧的情况不一样 我当时是37.5度的低烧 没有吃退烧药 就是躺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正常了 只不过是整晚上都没有进入到深度睡眠 那如果发高烧那就吃退烧药 咳嗽严重一点就吃止咳药 通常这两种情况会比较普遍一些 大家家里边呢可以备一些金嗓子 或者是润喉糖非常有用 我当时在泰国吃的就是润喉糖 就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啊 立马吃一个就缓解很多 那另外如果你有家人一起住 比如老人小孩 如果你养了在感染的前几天啊 注意好社交距离 自己最好待在一个屋子那边 分开吃饭戴上N9屋口罩 避免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等等 因为在刚感染症状比较明显的前几天 CT值是比较低的 我当时前几天的CT值是在20左右 那这个时候呢病毒的浓度是比较高的 传染性也会更高一些 等一周过去之后慢慢转移 CT值就会升高 到了35以上基本上就没有传染性了 另外呢出门在外边的公共场所 我建议大家可以随身带着这种酒精消毒 我当时在泰国我发现那边的人真的是非常有规矩 酒店餐厅商场基本上都配的有酒精消毒液 那饭前饭后都会洗一下手 大家平时也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还有就是很多人问我 羊了之后这个时期能不能喝咖啡了 那我的建议是最好先不要喝咖啡 因为羊的那段时间你有可能在吃药 吃药的阶段最好停掉咖啡因的摄入 那咖啡因呢也会跟某些药有冲突 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感染之后大部分都会咳嗽 嗓子会不舒服 咖啡的液体里啊它是会有一些咖啡的细粉的 特别是意识咖啡 我们在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再喝一点这种带颗粒感的饮料 会让自己的嗓子更不舒服 就更想咳嗽 所以说尽量在这段时间呢不要喝咖啡 如果你要是真忍不住要喝 那你就只能喝一喝低音的咖啡 还有就是用手冲或者是有滤纸的制作方式来制作 那这样呢咖啡的细粉也会被过滤掉 喝起来也会干净顺滑 对你的喉咙也没有太大的刺激 那尽量不要喝太多 我当时是忍着在羊的前三天我都没喝咖啡的 转印之后呢我记得很清楚就立马在我住的那个地方周边 找到了一个咖啡店买了一杯咖啡 当时看到那个咖啡店的时候我都惊了 因为那个咖啡店它是在曼谷亭郊区的地方 而且还是在废墟里面的咖啡馆 但是这个店的咖啡啊我记得很清楚 它的价格也比较贵 因为通常曼谷的美式是卖50到80泰铢 那这家美式竟然卖100泰铢 所以说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 那这是我转音的时候的一个小故事 还有就是并不是说转音之后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因为我感觉还是有一段时间的缓冲的 那在这段时间里边呢最好睡饱一些 每天吃维生素片随身带着金嗓子或者润喉片 感觉不舒服就赶紧含着 那最后呢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来面对照顾好年纪大的老人 以及小孩子加油 Love and Peace Cheers